- 欢迎商与狂认识的这一刻我真的非常的期待 要来见识到一台全新的 而且居然是商务车的发达标 厂照发布的时候 哇 所有人眼睛为之一亮 - 太兴奋了 我们现在直接去看车好了 好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 你有什么意图吗 我想要把Beat卖掉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小 - 是这样吗 - 对 我想要开一个有后置后驱后轮转向 然后车长超过5米 车代步 - 你是想说前置前驱吗 - 没有没有 这还是倒车开这样子 - 其实我是陪人家来订车的 - 哦 - 怎么刚好就遇到你们了 - 这真的很帅啊 车子王 - 你觉得它设计怎么样 - 我觉得很像机器战警 - 哦 那个 - 这是不是透露出年龄了 - 觉得这车如果就是low down - 然后换个很大的轮圈 - 我觉得他们在尬量 - 你有发现吗 - 看起来是有点 - 诶 这车好狂哦 - 要不是你们公务车干货 - 不然就有 - 我是这样吗 - 可以再买 - 我们可以直接换了 - 一个便当吃不够 - 你可以吃两盒啊 - 坦白说 - 你应该要用亲眼来见识一下 - 把这个玻璃的尺寸有多惊人 - 很像未来的那种观光吧车 - 这好夸张哦 - 这个巨性就是要驾212万的7座CEO车型 - 总算是让我们见到的实车 - 我本来想要透过很会操作一个这个机构 - 还是这其实是健身器材 - 哎 我们把它调到10公斤 - 你说固定吗 - 你看啊 它现在是一个健身器材 - 这样子 - 一下 - 你怎么就固定了 - 你好来摸一下这个填膀 - 太吃鸡了 - 没想过它竟然用这种材质的填膀 - 这好惊人哦 - 它还同样具备了电纹门的功能 - 其他配备非常好啊 - 这好帅哦 - 而且我发现它的LOGO有特别处理过的 - 这车好宽哦 - 它这居然不用镀割了 - 怎么弄在里面 - 就磕在玻璃里面 - 磕在你心里的名字 - 你觉得帅吗 - 帅啊 - 1到10分你可以几分 - 8.5 - 扣掉的1.5分是什么 - 对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- 就是因为你还没买 - 巧克力 - 小帅 你再讲一句话 - 它车场真的很长耶 - 这样看其实三排的空间都非常的大 - 比较中间那个灯会亮很屌 - 真的是处处充满了太空舱的感觉 - 这太棒了 - 这好像是一个大楼的外墙 - 或是一个夜店的长廊 - 非常的不可思议 - 其实这还算是标准的商务车吧 - 它对手可能是像T6那样的车 - 对啊 但是它就是做得很科幻 - 你有看到它这个方向盘吗 - 好大喔 大得很夸张耶 - 而且视线很棒 - 这让我想起了G-Car - 老式的车子 大片的玻璃 - 然后你整个人坐得很上面 - 但G-Car的这个很高啊 - 应该说是标准的箱形车啦 - 嗯 老式的中控 - 好漂亮的水像这样 - 涂上也是这样 - 但涂上的比较黑一点 - 这个更骨头的 - 你有发现它有一个很密的一个 - 下老流的设计在这一整台 - 这风子一样 - 哦 这风子 所以只是造型 - 只是造型 - 但这个模具成本很高啊 - 它为...愿意为了造型做这样的东西 - 这开在路上真的是... - 哪怕你真的是受雇的司机 - 你也会觉得... - 很僵啊 - 很少有商务车的设计 - 让你觉得这么的铁面 - 诶 我觉得这个如果员工旅游 - 就不会有人不想坐地展观 - CEO 你现在坐上的CEO 感觉如何 - 我觉得这个表现远胜纳士杰的CEO - 它是一箭青桃 - 睡眠模式 - 我可以再往后吗 - 可以啊 - 我可以再往后吗 - 我脚是不会碰到 - 但是机器快要碰到 - 我要你诚实地告诉我 - 现在的空间够不够做 - 看起来还OK啊 - 这个腿部 - 刚刚还距离一个台湾海峡这么寬 - 它可以针对它的不同关节的角度 - 做非常细微的调整 - 所以我一直在习惯它做你的操作 - 因为老实说有点繁复 - 所以它可以调整的面相还蛮多的 - 可是应该不会这样 - 这空间感实在太棒了 - 这空间感实在太棒了 - 就变LM紧统的 - 那如果要带八个人怎么办 - 再装回去 - 可是你要买两台 - 为什么它加热通风都有 - 连地下的台都有加热通风 - 感受一下气密性 - 它是成效吗 - 后面也有了 - 后面是相反的 - 你试着把你的头靠着这个头枕 - 这个是按摩功能啊 - 它没有了啊 - 它就是少设计的这一点 - 让我没办法买这台车 - 是这样吗 - 差一点点 - 是这样吗 - CEO都是叫人来车商按摩 - 这样吗 - 马医吗 - 还有哪边要加强的 - 我们摄影车是不是可以换一台 - 每个人的薪水一个月扣一万 - 我马上换 - 这样大家都可以享受 - 多好 - 我们是一个共生的体系 - 突然不想换 - 而且我发现 - 以备后面置物的隔层做得非常的不错 - 这个自飞下来 - 哇天啊 - 超多置物空间 - 它的第三排没有出空吗 - 这个不算吗 - 置顶的不算吗 - 这是第二排的吧 - 第二排是这个 - 这也勉强可以算 - 对啊 - 直吹不舒服啊 - 它不能从头上吹 - 你要不要想 - 觉得它业代可以在这边夹一个电风扇夹在这里这样 - 你可以不要破坏这个空间的感觉吗 - 电风扇 - 它本来都还很漂亮 - 它应该这边要再设计一个 - 所以它有蝴蝶窗啊 - 你知道台湾夏天几度吗 - 而且我感觉这边可以放一个婴孩 - 帮它包尿布 - 这个真的是太惊人了 - 一个霸台 - 中岛 - 哎呀 - 不知道它在干嘛 - 这门好好开哦 - 开关感很好 - 惊羽航空 - 这真的有Starlux的感觉啊 - 你看中间这个光条 - 这第二排真的太夸张了 - 它第三排还可以弄起来啊 - 如果后座要这样躺下来 - 我前座还是可以坐 - 其实严格说起来 - 应该是我可以坐 - 你还可以再后推一点 - 因为离它的脚还有一点距离 - 这上面还有置物空间耶 - 我的老天啊 - 怎么办啊 - 我觉得... - 超喜欢 - 明年公务车换这个 - 好不好 -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 - 因为上礼拜我们在试RSE Trunk GT的时候 - 我跟死地聊到一个字叫做Neutral - 是一种韩国近年吹起的新风潮 - 它其实就是向过去的生活方式致敬啦 - 他们想要去寻找... - 融物财新的科技 - 这车让我们有一丝这样的错觉 - 它真的很像90年代的那种 - 很子弹型的MPV的Q版 - 这种大片的窗户就是老式的设计 - 可是它是一台非常前卫的车 - 但我们朋友刚刚用一句很棒的话 - 帮他做了一个总结 - 这就像我们现在在看40年前的VW T1 T2 - 那种举足轻重的 - 而且是创新的箱形车 - 这就会是40年后的T1那种感觉 - 现在在台湾自售车的价格没有超过200万 - 所以这次他们第一台突破200万的 - 重点是它让人觉得物超所值 - 即使它卖到了212万 - 我觉得这是今年我目前为止 - 接触到最惊艳的产品 - 我觉得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想象 - 而不是在既有的科救里面去设计 -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- 至于市场会不会买单 - 我相信这车应该会卖不错 - 对这种空间有需求的人 - 应该都会喜欢的一次 - 对空间没有需求的人都会觉得 - 我可能会想要一个这样的空间 - 只要你不要排斥买一台现代的话 - 嗯 - 你怎么会不喜欢这个车? - 欢聚的时光 - 可是特别快乐 - 张络斯 - 咸嘟 - 赛